第1311集 他的判断依据主要就是系统 当然 现在要是再给病人仔细做个体格检查什么的 也有可能发现端倪 但是何必呢 不管哪方面的问题拍个片子就都清楚了 先做体格检查也是一样的 反而让检查变得更繁琐了 至于如何给进修医生解释 那是对自己的上级医生做的 不是给自己的下级医生做的 来进修的李医生果然是从善如流 他也没有抵抗的资格 反而坠坠不安的自我反省 明明是林医生给的任务 就应该多做几个检查确定一下的 都怪今天的人太多 拍片排队时间长 如果别人手里的活都做完了 我这边做得最慢 其实云医每天的病人都不少 别人都会记得先拍片的 就我傻乎乎地玩手法 林医生明明是年轻医生 肯定不喜欢这种老式的治疗手段 这就是原生医院太差了 我当年要是读个云大 分配到云医之类的医院 现在的想法估计都不一样了 凌然再到那腹泻的病人跟前 发现基本检查都做了 血肠硅 变肠硅和肝肾功能 电解质等等 结果也都出来了 凌然再看进修医生开出来的药 由左旋养幅杀星 就知道 它是诊断病人是感染性的腹泻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 似乎也没错 但是相较于外科技能 凌然的内科技能 远没有到一意孤行的程度 再翻看了两眼检查结果 凌然稍微思考了几秒钟 果断说道 专程给消化内科 要给消化内科吗 金修医同样有些意外 她刚刚得到主审的机会 还珍惜着呢 而且和刚才的李医生相似 她也是担心自己出批了 情况看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没时间处理了 转转给消化内科就好 同样 她是根据系统来判断的 相对于这个腹泻的病例 她对其他的外科病例更确定 那用排除法就可以判断 这一例腹泻的病人的诊断 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做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 最大的区别是 外科医生永远都是 自责自傲的 站在手术台上 切干就切干 永远都是奔着 如何切下肝脏来做努力的 内科医生则永远都是怀疑自己 不管是急诊也好 非急诊也罢 当病人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医生做出的判断 可能是正确的 可能是错误的 还可能是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或者错误的道路上 总的来说 内科是偏于纠结的 永远在不断的权衡 永远在不断的质疑 凌然现在忙不过来这个 自然是将活丢给消化内科去做 感觉更妥贴 毕竟眼下这名禁修医 并没有纠结出正确的结论来 哦 好吧 禁修医同样是不敢多问 扭扭唧唧的去找人打电话了 凌然组发出的会诊 小和内科也给面子 很快派来了一名资深住院医下来 略做诊断就给拉回去了 换成别的衣裳 可能就地在急诊科处理 能省一个床位 这边的老年患者还是交给你 发热到38度 系统疾病史询问的要仔细一点 训尿常规拍胸片 做血尘和B超 凌然又安排了一名病人 给对方说的更多了一些 她今天安排的进修医生 都是训练营的医生 基础能力都是有的 但能力的上下线 就不太清楚了 像是眼前这位 明显就得调低一些了 对方也对自己的表现有些懊恼 连忙答应了一声 凌然点点头 又见前面有病人已经被处理好了 就过去检查 继续给进修医生的小组 安排工作 系统的任务进度 也从二十分之二十一 变成二十分之二十二 二十分之二十三 不停地往上跳 没有一个小时 就跳到了二十分之三十二 这个时候等候视力的人数明显减少 病人和家属的情绪 似乎也稳定了下来 凌然这才有空 看了眼旁边的终极宝箱 正准备让系统打开 又是心下一动 系统任务到现在还没结束 不要打开了宝箱 就把任务给终止了 就现在来说 凌然获取终极宝箱的机会 还是不太多的 再看看任务进度的二十分之三十二 凌然不禁有了想法 要说今天是个好机会的 比平时多的就诊量 增加的可不仅仅是连环车祸的病人 还有日常病人的增加值 而且因为云医急诊中心的特殊地位 这边处理急诊的速度越快 病人的集中度就越高 简而言之 成为了中心的云医急诊 肯定是不缺病人的 凌然想到这儿 顺手就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瓶精力药剂 咕嘟咕嘟地惯了进去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辛苦了啊 总算是救回来了 霍丛军伸了个懒腰 脸上还是兴奋的表情 被请来会认的骨科主任 也是伸胳膊蹬腿 口中说道 今晚可以睡个呼吻觉了 是吧 嗯 那得早点回去了 小情人等急了吧 哪有什么小情人呢 你不要以为我们骨科的 就是放浪不羁的那种 有时候 我们也是很专情的 霍丛军笑着点头 听明白了 你是真累了 怕交不出私粮来了 是吧 说什么呢 说过说啊 还是老婆煮的素面好吃一点 再加点火腿肠 排骨 丸子 弄点牛肉酱 丢两根蔬菜 吃完是真舒服啊 你这话说的 我都有点馋了 我都有机会啊 让你老婆整碗昏面给我尝尝 哎呀 嫂子的昏面 我去 是我想的那种吧 骨科主任黑黑的笑 最后还是你们骨科的最会玩 哎哟 霍丛军说着不停摇头 身后也传来年轻小护士的笑声 让两个老男人的心情好上家好 今天的手术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令人自得和开心的 他们处置的是病情最重的病人 尽管中途一度以为要失败了 终究还是坚持冲过来 这种到达极限 又自我突破的感觉 年纪越大就越难感受到 也就更能影响人的心情 老王啊 你先回去 我再去课里转悠转悠 霍丛军将骨科主任 一直送到了电梯口 颇为热忱 请人家来会诊是一回事 拼了老命似的陪着熬夜一宿 那又是一回事 虽然说落子无悔 进了手术室的医生 也最好不要去想那么多的 得失成败 但终归 人家是用摸大腿的时间 陪你切大腿的 这份付出或许 并不被患者和家属认可 却是霍丛军必须认识到的 更别说今天陪做手术的 还是骨科的主任医师 这个级别的医生愿意响应 集会诊的都没几个了 陪人家走一条龙 霍丛军想到这儿心里一热 冲电梯里的骨科主任摆摆手 回头请你吃昏面啊 老王手抖了一下 险些按到了开门键 霍丛军黑黑一笑 转身又伸了一个懒腰 在走到电梯旁的窗口前 望着前方的花园草坪 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露出满面的眷容 他看草坪是假 找个位置放松一下是真 雄狮是不能露出虚弱的表情的 科室主任就算是熬了一天一夜 也不能表现出快要累死的样子 哪怕是再苦再累 再想回家睡觉 别人说一条龙的时候 也要露出学过山海经的迷之微笑 哪怕累得眼睫毛都竖不起来了 也要坚持到大宝剑的包房里 借着好女孩的掩护 才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霍丛军轻轻地闭了闭眼 感觉自己几乎要站着睡着了 这才猛地睁开眼睛 又深吸一口气 再揉揉脸 转过身 去科里看看 现在怎么样了 陪着她的赵乐义连忙应声 昨天那个连环车祸的病人 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留在科里的主要是烧伤 和轻度创伤的病人 凌然呢 回去了吗 怎么没个消息啊 霍丛军又忍不住要打哈欠 连忙到自动贩卖鸡 跟前买了瓶红牛盒 赵乐义有些心疼的 主任您就回去休息吧 牛黄酸别涉入太多了 今天特殊情况 总不能天天连环撞啊 对吧 我看一眼就回去了 不看不放心 走 霍丛军说着 又往大厅去 都一切如常了 您至少睡两个小时 才看嘛 没事 刚刚还问他 凌然回去了没有 之前看群里的消息 应该还没回去 他前天开始 就是连轴转吧 多少个小时没睡觉了 霍丛军一边说 一边加快了脚步 赵乐义是最不乐意 捧凌然臭脚的 当然 他现在也没资格 说凌然坏话 只在旁边低声道 也就是二十多个 三十个小时没睡吧 霍丛军脑袋 还没成浆糊呢 掐指一算 起码三十多个小时 没睡了 现在年轻人呢 太不爱惜身体了 他一边埋怨着 一边快步过去 白天的后诊室 病人依旧都到 拥挤的程度 霍丛军只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再转身进入处置室 一条走廊 两边的小隔间 虽然有窗帘 或硬质材料阻隔 依旧能够看到 里面满满当当的人 霍丛军眉头紧簇 招了招手 将就在跟前 闲忙的周医生 叫过来问道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不是说连环车祸的 病人都差不多了吗 周医生看了眼 赵了意 这个是林医生的意思 什么意思 霍丛军有些 患善的注意力 迅速集中起来 林医生让院前 给全力送人 清伤全药 周医生断了一下 给了个不算解释的解释 估计是想训练 进修医生 如云医这样的急诊 是不喜欢轻伤病人的 一方面 同样一名轻伤病人 跟着的家属 不见得比重伤病人少 占用的病床时间 虽然比重伤的病人短 但是 给一名脑袋 被石头砸破皮的病人 用一天的病床 还不如给一名脑袋 被石头砸出疆的病人 用七天病床的 而从医患关系来说 急诊医生 往往也更喜欢重伤的病人 至少 家属的预期 会要求低一些 不像是许多轻伤病人 很可能会为了一根 缝线的价格 而炒翻天 霍从军也有些意外 这凌然一天一夜没回去 结果就在这里搞缝合吗 也不全是 他也是指挥着 进修医们干活 他给进修医分了十几队 两两一队 效率挺高的 赵乐义听到这 立即抓住了画饼 这科室的人员组织形式 他都敢改 这就抢班夺权 太急了些吧 感谢您的收听 你们就不知道 中间让他睡两个小时吗 连轴转的医生是很多的 日常班加值班 三十多个小时 不回家的医生 全国到处都是 国外一样少不了 但是全程不睡觉 甚至不打盹 这就是挑战人体极限了 不仅对身体有极大的压力 医疗纰漏也容易出现 不等周医生再回答 霍从军迈步就往里走 左右看着寻找起了凌燃 周医生连忙跟上低声道 凌生的状态 其实挺好的 好个屁 医生不累都装出来的 明白吗 就跟你妈不爱吃肉一样 霍从军自己困得要死 这时候就更加感同身受了 真正的雄狮 是不会让咸鱼 看出他的疲惫的 三两步走到中间 这时候 一抹背影 立即映入众人的眼帘 不由自主吸引了几人的目光 霍从军轻轻地 放慢步子走过去 想开口 却是感受到了 凌燃的专注 再仔细看 就见凌燃正在给一个病人 缝了耳朵 耳朵 霍从军一愣 再仔细看 揉了揉眼睛 又凑近了许多才注意到 挂在病人耳阔上的细线 细如汗毛的可吸收线 如急诊谱外这样的操壳 一般是不会用的 但是 此时的凌燃却像是画画似的 轻松协意地在病人的耳朵上勾勒着 这样的操作 绝对不像是一个三十多个小时 没睡觉的医生 所能做出来的 霍从军不禁怀疑地看向周医生 好家伙 这家伙是因为自己睡着了 所以不知道凌燃有休息过吧 凌燃 霍从军压低了声音 在凌燃耳边说了一句 他怕凌燃在梦游什么的 虽然说梦游跑出来逢人 确实有些太过于猎奇了 但如果是凌燃的话 谁说得上呢 凌燃轻轻地嗡了一声 旁边的小护士心脏猛的一颤 牵线的手都抖了抖 这个声音 这个声线 这个音色 这个音调 这个雌性 这张脸 真的是太 他不好意思地抬眼看看两边 就见病人的女朋友 也是表情丰富 不由心下一松 这个缝合做完了 就去睡觉吧 霍从军再低声说了一句 要不是在处置室 且有病人家属在场 他都有先把活接过来 交给别人做 凌燃却是摇了摇头 不 我也不困 不着急 怎么可能不困呢 你这是 过头了 霍从军紧紧紧皱眉 他也不能说 你都三十多个小时 没睡觉了呀 万一病人是个敏感的性格 转头就给举报了 还得医政科过来啰嗦 凌燃顺着霍从军的话 很自然地说道 您再看 说话间 凌燃单手打劫 以两倍于刚才的速度 将病人的耳朵 给细细地缝合起来 而且是皮下缝合 耳朵的皮有多薄 想也想得出来 哪怕是被老妈揪了三十几年的耳朵 又被老婆揪了好几年耳朵的男人 耳朵皮也厚不过老鼠皮 一般医生真的没本事给他做皮下缝合的 凌燃技术虽好 缝合这么薄的位置 也需要集中注意力的 换言之 凌燃目前的状态 就算没有处于巅峰 也是处于她的平均直上的 凌燃再起身 将包扎的活交给旁人 向霍从军 放出一个请发言的笑容 霍从军 吁了口气 就是笑了 你中间偷孔休息了 说到这 霍从军又摆摆手 你自己感觉好就行 做医生的 确实要学会偷懒 我当年的时候 还给自己偷偷地弄了个铺 藏到库房里 不说这个 总而言之 咱们当医生的 不管多忙多累 都不要把自己摆到太高的高度 永远记得 救了一个人 后面还会有人要救 有断指要缝 有流血的伤口要缝合 做医生的流一口气 对自己好 对病人也好 凌燃听着霍从军 叙叙叨叨的话 也只是安静地听着 表面平和 跟前几名医生 本来都有些情绪起伏的 这会儿看着凌燃 竟也是平静下来 得了 我扛不住了 先去睡一觉 可是这边你再看着些 霍从军看看凌燃 笑了 年轻人啊 担子中也得接着 是吧 凌燃点点头 她对急诊中心的掌控力 原本就是仅次于霍从军的 其他三个治疗组的组长 最多只能管好自己的一摊事 他们要站出来管理科室 既难服众 也会互相撤掌 就是下面的小医生 都不敢像是零治疗组的小医生那样 全面地支持各自的组长 说到底 云一急诊中心的 另外几名治疗组的组长 在医术和权力控制方面 都有明显的短板 除了年纪和资历 他们已是全面落后于凌燃了 像是云一这样的地区 顶级医院 拿不出全国籍的技术 又没有全院籍的权力 那要全面地控制一个科室 是很难的 所以当霍从军部在科室的时候 凌燃能够轻易地 将全科室统合起来 甚至协调 另外三个治疗组的医生做事 另外三个治疗组的组长 却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霍从军对此是很满意的 他是相信天才和天赋的 虽然说 其他三个治疗组的医生 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说 也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 但是 以国家级的 世界级的眼光来看 这些俗气的天才 与凌燃这样的天纵之才 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的 霍从军放心地回到休息室 到头就睡 这时候开车回家不安全 回到家里更危险 还不如就睡在科室呢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314集 凌燃叫上周医生和赵乐意 正好 这边有两个病人等着呢 说着 凌燃就将周医生和赵乐意用起来 自己又转身找了个啤酒瓶子 砸破脸的 一尘一线的缝盒 此时此刻 系统页面已是囤了三只终极宝箱 看着就令人满意 周医生没想到啊 自己一个不留神 就有了新活 他一边慢吞吞的 以病人和家属机器满意的 细致的态度 做着检查 一边叹口气 对赵乐意说道 哎呀 没想到啊 咱们俩竟然被凌燃给安排了 哼 我就说吧 灵燃这家伙狼子野心 赵乐意难得找到这样的同仇敌忾的机会 声音都响亮了 周医生瞥了他一眼 想辟齿呢 灵医生是狼子了 霍主任是什么呀 赵乐意猜到了周医生想表达的意思 却不愿意承认 老霍利退休还得小十年呢 你现在搞太子这一套 太早了 哎 早也不早 你说呢 啊 医院科室的继承过程 向来都是极其复杂的 但通常来说 科室主任选定的继承人 是有较大机会成功的 而选定继承人的时间 通常也就在科室主任退休前三五年的时间 三五年的时间 足够科室主任将继承人扶上马 再送一程 而想到这个经常沦为大清洗的过程 赵乐意不禁胆怯 重复道 还没到时间呢 哎 不是啊 主任刚才可是连家担子的话都说出来了 再说了 咱们现在可不是急诊科了 是急诊中心 赵乐意一愣 急诊中心比急诊科的行政级别 是结结实实地高出一截的 这其实也意味着 科室内的人员都有了一定的上升空间 会上位 赵乐意言简意概地问了一句 周医生怂怂肩 你能拿出反对的理由 赵乐意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凌然 缓缓摇头 凌然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 霍从军是忙糊涂了 不相信 他们这些现场的医生 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不用说别的 凌然手下的进修医生和住院医 全都是换过一茬的 光是这样的工作态度 急诊中心有一个算一个 能拼得过的一个都没有 就算赵乐意心里有些小别扭 他也说不出一个反对的理由来 此时一阵地啪啪啪 护士长踩了一个余缘腿那么高的凳子 拍了五下手 今天比较忙啊 大家换班吃饭 从左边这里开始 大家一次去到小食堂啊 他这么一喊 病人和家属微微骚动 但也没人多说什么 让医生别去吃饭这种话 一般人还是说不出来的 周医生迅速地加快手里的动作 三下五除二 做完了手里的病人 再凑到护士长跟前下了 一个晚饭的事 您怎么亲自出马了 晚饭吃啥呀 周医生你是真机灵 云丽的田七小姐 送来的汉堡和披萨 有特别的 牛肉饼都是澳洲和牛做的 哦 在下先走一步 麦淳在明火前忙碌着 神色稍微有点茫然 他知道一些医药代表 坐着坐着 就坐到了医生的床上去 但是自己为什么坐着坐着 就坐到了医生的厨房里 而且要喂饱这么多的医生啊 虽然说明火前烤牛肉粒 是专业的厨师 涂料涂面包烧汤的 也都是专业厨师 他只用面带微笑地送出餐盘 但是这个场景 依然让麦淳想起 大学式的勤工俭学 澳洲和牛 周医生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要把味道都提前吸走 麦淳咯咯一笑 周医生 澳洲和牛没错 那你也不至于吧 一斤两三百块钱的牛肉 您还不是随便买 一斤两三百的肉 我随便买了 一斤两千的茅台 我也随便买了 一个月八千的补习班 我也随便帮了 哪不是全家崩溃了 到最后 还不是吃十五块的猪肉 抱一万的补习班 给老婆买七千的化妆品 四周传来医生们感同身受的笑声 就是啊 要不是医院管饭 我都该饿瘦了 我胖了 估计是经常回家吃泡面吃的 我老婆挺好的啊 从来不给孩子 包上万的补习班 也不给自己买七千的化妆品 赵乐义进来凑了一句 满脸的镇定与唏嘘 周一声哈哈一笑 拿了支汉堡 一边调整他的位置 和自己的嘴的位置 一边捧跟道 你家小孩啊 也许没抱过上万的补习班 你老婆呢 估计是不买七千 那么便宜的化妆品 对吧 赵乐义用手点点周一声 哎呀 老周啊 客室里最机灵的 就是老周你了 周一声嘿嘿一笑 再一口咬在汉堡上 乌液两声 一脸的幸福感 今天的汉堡 不是用肉馅拍出来的 牛肉饼做的 而是将烫烤的牛肉粒 均匀的调在面包里 再用芝士和花生酱 将它们固定下来 再加上新鲜的西红柿 和微烤后的菠萝 吃起来汁水横溢 味道丰富 让人又满足又幸福 赵乐义却是聊起老婆 就觉得幸福 明报远时炫耀 很反尔赛的说道 哎呀 这个我老婆说 他什么什么朋友啊 都用海澜之谜了 一瓶擦脸有五千那种 我说神经病啊 人家什么家庭啊 咱们什么家庭啊 那你老婆听你的了 他解释了 我老婆说了 别人家老公要应酬 整晚不回家 我呢 我也是整晚不回家 比较起来 我们两家情况相似啊 大家都会因为 等老公而容颜憔悴 所以啊 用贵的化妆品是应该的 真有道理 不同的家庭 同样的欠缴公粮 从税务层面啊 还真是一样 话说咱们自己做的汉堡 能定制吧 我想加酸黄瓜 麦传正想听赵乐意的故事呢 被周医生打断了 很是无奈 但还是找厨师 刷了酸黄瓜 再回来一脸憧憬地说 赵医生对老婆真好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周医生嘎吱嘎吱地 嚼了一片酸黄瓜 又加了三四片 到汉堡里 笑道 老赵是真正的 鞠躬尽瘁了啊 能教功的 全都教功了 哇 赵医生真是好男人 可不是嘛 就是他一个月赚的 还没你多 虽然全部奉献了 总数就这些了 周医生尽情地 抽打着赵医生 像是天桥上 拿着汉堡 看耍猴的一孩子 赵医生却不觉得 周医生说的 有什么问题 哼哼两声 你们这些人呢 是不懂情调的 总数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是情谊 对吧 麦淳双手捧着一个汉堡 陷入了美好的幻想中 他现在已经是 云立经理级的职员了 也买了自己的小房子 小车 小狗 感觉该到谈恋爱的时候 这时候 几名厨师都抬头挺胸 精神起来 麦淳听到探考 师傅那边的声音都大了 明显是增加了烤肉的数量 一瞬间 麦淳立即意识到 有了不得的事情发生了 他抬起头 果然见灵然正在掀开帘子 并放出了一抹光过来 光有点刺眼 像是奥迪车主 开了远光灯 但是透过光线 看到的灵然却是如此的清晰 皮肤好似 麦淳猛的摇头 不能再看下去了 还有房贷要还呢 师傅 我的菠萝可以烤得熟一点 灵然走到烧烤师傅跟前 一边看他烤 一边提出要求 两名厨师立即忙碌起来 这个肉要烤得嫩一点 还是老一点啊 炭火前的厨师 放出了微笑服务的技能 他以前的梦想 其实是做一名 重庆市的餐饮老板 就是一边骂顾客 一边赚他们钱的那种厨师 后来 云丽给的钱实在太多了 他的梦想也就被买断了 想到这儿 厨师烤肉的动作 反而更加的挥洒自如了 那一点 汁水丰富是第一位的 林医生的需求 最好记录下来 这回说话的就是田七了 只见原本因为等待 而进入到休闲模式的田七 精神一振 又恢复到神采奕奕的样子 麦淳也是暗暗称奇 凌然转头看看田七 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我还给你熬了燕窝 实际上是爱意熬给我的 这样给你签喝了 田七招招手 自然有人端出了一盏燕窝 凌然迟疑了一下 燕窝吗 林医生 您也熬夜太久了 两三天不睡觉 什么人受得了啊 田小姐 您应该说说她的 田七笑了笑 望着凌然的侧颜 心满意足地说 林医生熬夜 也是迫不得已吧 不能为了工作 费了身体吧 熬夜总归不好的 我在家里的时候 还见到有的亲戚 会为了几千万的生意 就熬夜好些天呢 凌然是在治病救人 救死扶伤 我觉得 她如果觉得自己 需要熬夜的话 那也是很英雄的行为呢 麦淳恨不得 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心到 我真是闲得慌 还想卖好给老板 凌然也不知道 有没有听到麦淳说话 她就看着火苗 畅快地舔着牛肉粒 自己的心情 似乎也变得畅快起来 田七悄悄地 横向移动了 8.5厘米 距离凌然更近 心脏欢快地跳着 厨师的神情 变得凝重起来 抓住牛肉汁水 最丰富的时间点 这是对一名厨师的 大考验 而且 包括老板在内的这么多人 看着自己 更是危机与机会并存的 大考时刻 厨师 燃烧起了小宇宙 凌然则在火苗 升得最高 心情最好的时刻 拍开了一支 终极宝箱 一本红色的技能书 高傲地飞跃出来 综合技能书 大师级素描 包含了结构素描 明暗素描 设计素描等在内的综合技术 可以绘制 境物 动物 风景 人体 也可以绘制 人体器官和术室 凌然之前就拿过一次 综合技能书 是大师级的 未切除书 内容包含了各种切位法 比如全未切除 半未切除等等 虽然全都是大师级的 而且是 普外科相对比较简单的科目 但实用性 也是杠杠的 极大的丰富了 凌然的武器库 大师级的素描 令凌然稍稍有些意外 画画 其实可以算是 外科医生武器库中的装备 甚至有人说 医学绘图是 外科医生的基本功 是精细手术的基础 因为要做大手术 就要画手术 关键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示意图 从而记录手术思路 也方便向组内的其他医生说明 局部解剖和显微解剖的图示 影像解剖 手术解剖和美术绘图解剖等等 都是各有不同的 而且是确实能够加深印象 提升手术质量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素描或者画画这种技能 或许可以形容成 在一场大战役之前 给士兵们配备的手枪 你说它没用吧 那肯定说不过去 尤其是在历史的某些战役中 手枪还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的 但要说它用途有多大 那也很难讲 有可能全程都没用上 反而造成了重量的负担 总的来说 如果在读书时期 有机会学过绘画 那成为外科医生 绝对是用得上这门技能的 而且是颇为好用的 若是以医生为职业理想 绘画大概是最适合的兴趣爱好 其次就是各种体育运动 方便站台和跑路 再次是唱歌跳舞 方便在KTV发挥 以响领导 历史上 达芬奇这样的狠人 可以说是顶尖外科医生 和顶尖画家的结合体 后来的外科医生 但凡是写书的 基本也都是绘画的一把好手 搞解剖的尤其如此 凌然这么一想 感觉也很不错 要说每场手术前都画图 那太矫情了一些 但复杂的手术前 花上几分钟一刻钟的时间 画画图 总比手术期间给助手 讲解来得轻松啊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事也 再说还可以用来写书呢 凌然这么一想 心里不由涌现出种种想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316集 林医生 您的汉堡好了 厨师恭敬地奉上了 精心烹制的加量汉堡 心情竟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 像是要接受面试似的 凌然应了一声 再给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就拿到了一个 半手长大的和牛汉堡 像是捏着手抓饼似的抓着它 顺便问旁边的田七 你接下来有事忙吗 我这边最多就是买一两个公司 拆分之类的事 不像是医院这边紧张的 那正好 我想试试画张素描 可以借你的手做个模特吗 凌然礼貌地询问 新得到的技能 总是要试试看的 田七又清又喜 眼神的明亮度 瞬间提高了2.512倍 她没想到 凌然竟然会有如此浪漫的想法 一时间有些羞涩地问 为什么是借我的手 凌然很认真地看看左右 竟然认真地说 因为你的手是最美的 凌然大大地咬了一口和牛汉堡 咀嚼起来只觉得满口都是牛肉的香气 并充一阵满满的肉汁 比起常见的牛肉馅做的汉堡 用牛肉粒拼出来的汉堡 不仅多出了浓郁的肉汁 还更有嚼劲 同时它又比整块的牛排更柔和 不需要用牙齿去撕药牛排 再加上混合的芝士和花生酱 外带一点番茄与菠萝的酸甜 凌然一会儿就吃光了手里的汉堡 再擦擦手看向天七 那咱们开始画画 咱们可以先开始 我还让人再去拿些辅助的东西 天七也不知道凌然有没有笔墨纸焰 画板颜料等等 反正她都要 凌然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她主要就是试试技能 顺便熟悉一下 这也是医学技能拿得多了以后养成的习惯 凌然从抽屉里找了A4纸出来 又拎了两根铅笔 随手削了削就坐到椅子上 是以天七坐在对面 这时间 天七突然觉得有些脸红 不是因为周围的围观群众 她根本不在乎周围人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她更多的是心情难以平复 你随意就好 凌然说了一句 拿起铅笔就准备动手 天七顿时陷入了纠结 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她是真的不知道该将手放到哪去 凌然盯着她的手 仔仔细细观察两分钟之后 才缓缓下笔 流畅的笔触 瞬间在纸面上爆发出来 普普通通的A4纸 普普通通不知几笔的铅笔 在凌然的操纵下显出超拙的力量 天七看着凌然认真的表情 认真的动作 肢体和大脑都不由此处的暂停了 好了 不知过了多久 凌然放下手里的铅笔 并将纸面转向天七 天七眼嘴惊讶 凌然画的素描准确度极高 空间关系尤其清晰 但在天七眼里 她更在意凌然将自己的手画得如此之美 这幅画可以送给我吗 天七的眼里含着喜悦与期待 当然 凌然笑了笑 淡定地将铅笔放入上衣口袋 我会好好的标起来的 天七欣喜地将A四纸收入怀中 麦淳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恨不得搬一台摄像机录下来 以后放出来 说不定就能升职加薪了 天哪 绘画工具取来了 两名云里的职员 肩抗手提着五个大箱子 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房间内 麦淳看向天七 用眼神发出询问 留下来就好 天七望着手里的素描 心里已经开心地要飞起了 并不像是麦淳想的那样 在要求更多 于是 麦淳指挥着两名职员 将五个大箱子放在角落 低声道 东西都齐全吗 两人迟疑了几秒钟 其中一人说道 尽可能得起了 咱们毕竟不是专业搞这个的 我也是找了朋友 尽快配齐 剩下的后续送过来 麦淳也不追究 但语其严厉 这是医生们要画画 麦淳四等飞凳 用眼神就将两人给赶了出去 我来烤一份牛肉 天七命人将A四纸的素描画 放入了随身的珠宝首饰箱里 在站到炉火前准备亲自下厨 厨师只知道 天七是自己的上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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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有些意外 明火还是挺危险的 没关系 我接受过二十八个小时的训练 天七说着 拿过长饼夹子 取了几块肉 就放到火上熟练地翻动 二十八个小时 若是用来学数学的话 大概率是零收获的 但如果用来学厨 入门肯定是没问题的 现代年轻人所接受的厨房教育 能够达到二十八个小时的也不多 当然 能做好家常菜的也不多就是了 天七却是有着高级厨师专业指导过的 她的手法也谈不上特别 就是简简单单地翻动 看火候 捏测熟度 麦春有些心疼地走上前 天小姐 你的香奈儿 天七看了一眼 就见自己今天穿的香奈儿套装 似乎被烈火烧得发皱 我的形象怎么样 天七瞥了眼不远处的凌然 她似乎又在纸面上勾勒起什么 天七不由挺胸抬头 保持自己动作的优美 形象没问题 但是太靠近明火了 您的衣服会烤坏吧 她只要再坚持二十分钟就行了 二十分钟 您这件是高定吧 不如您去后面换一件衣服 我帮您看着 没关系的 我二十分钟以后必须得走了 你帮我通知机组吧 去哪儿 芬兰是家族的业务 必须得参加的 我也是才接到的消息 刚来就得走 希望林医生不要生气才好 林医生很少生气吧 这也是林医生的好性格之一 真是没办法 家族业务是必须要参加的嘛 否则的话 一定要让林医生帮我画一个全身画 她嘴里说着话 手里的动作却是逐渐熟练起来 稳定而均匀地翻动牛肉粒 然后将它们均匀地放置在面包上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1317期 林医生 尝尝我做的汉堡 田七并没有调换制作的顺序 或者配料等等 就是单纯地重复了厨师的设计 毕竟她只是一个 接受了二十八小时厨房教育的女孩子 还远没到能够修正自身厨师的菜单的程度 凌然双手借过田七递给自己的汉堡 先是观察了几秒钟 没有说话 接着她才重重地咬了一口 嗯 很好吃 凌然咽下了一口 才评价了一句 田七立即开心地笑出来 就坐在凌然旁边 看着她吃自己做的汉堡 凌然神色不变 自然而然 她从小就是在周围人的关注下长大的 吃饭会有人盯着看 对凌然来说也是基本操作 凌然颇有些享受地将汉堡吃完 又喝了两口水 才满足地喘了两口气 田七微微转了转身体 琢磨着该怎么说 这时候凌然的手机响起来了 凌然接了电话应了两声 然后看向田七 紧急手术 我让调度中心多送病人过来的 所以这两天的急诊中心是满负荷状态 啊 没关系的 我本来也要去芬兰开会的 田七内心的压力瞬间解除 再看着凌然更是脸上忍不住她露出笑容来 喵屋喵屋的救护车身从早到晚 原因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 医疗资源向来是紧缺的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医院的急诊病房的病床都是不够用的 得不到病床的病人 或者去其他医院就医 或者就得排队等候 又或者就是拉关系找人 只有真正紧急的病人才会被立即收治进来 安排了手术的更是说明情况严重 凌然进到手术室 就一台手术接一台手术做 比起前辈们 现在的医院外科医生的手术量 是大大增加了 尤其是新成长起来的80后的医生 有本事做到副主任医师的 基本都是超量手术的代表 每年做五六百台手术 甚至七八百台手术的 早就不稀罕了 在医生群体中 能称得上新闻的手术量 得是千台的单位 还不能是刷台的 更不能是眼科的 屁眼科的也不行 当然 凌然的手术量依旧是传说起的 尤其是她在上午做急诊 晚上做手术 连续了三天之后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梁医生 这台手术做完就回去休息吧 左辞点是跟台都跟不动了 勉强睡了三个小时 爬起来就劝见凌然 刚刚干了一杯精力药剂的凌然 现在其实正是精神正好的时间 她双眼神采奕奕地说道 我现在还不需要休息 你们如果累了的话 提前说明 换人就行 凌然现在由一群 进修医生组成的训练营 真是不缺替换的助手 最多就是生手的效率略低罢了 但这样的比较 还得要熟手的状态好才行 如吕文斌等人 跟到第二天的时候 就开始恍惚了 估计不睡上十个小时以上 根本没法做事 左辞点现在也只是站在边上看 瞅着凌然有些发怵地说 连医生 现在最需要休息的是你才对啊 不 我精力充沛 不是 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哪怕只睡一个小时呢 连医生 您看这样吧 您只要睡一个小时 我就不吵你了 其他人在啰嗦 我都帮你挡回去 左辞点自己是试过的 累得疲倦欲死的时候 不睡觉还好 一睡觉的话 短时间内肯定是爬不起来的 他相信 凌然只要睡一觉 凌然只要睡一觉 意志力再强都要撑不住的 凌然眉梦一挑 看向左辞点 左辞点心虚的笑 跟BOSS讨价还价什么的 引起BOSS心中不快 左辞点还是预料到的 但是 他更怕BOSS猝死在手术室 到那个时候 快与不快 又有什么关系 就按你说的来 凌然倒是不反对 小气一两个小时 一方面 给手术组的其他医生 一个调整时间 另一方面 他也可以缓解一下肌肉紧张 左辞点见凌然答应了 顿时心下一松 连医生 那我等你 就这台手术结束后啊 嗯 可以 凌然点点头 继续闷头做手术 左辞点看着 开心着 开心着 开心 醒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 左辞点只觉得被摇醒了 睁开眼 身体猛得一个呼善 再被任其切到了怀里 任其飞飞撞地 躺在他的怀里 倍感舒适 我 我 我睡过去了 靠着睡着了 这 我 我 我打呼了 左辞点摸摸脸 在怀疑地看向任其 是睡过去了 没打呼 任其摸摸地摸了摸手机 他可没想到 左辞点竟然还有一招 站着睡觉的机能 呃 治疗组的医生为主 灵然有独立的三线医生的休息室 同样大小的房间 却是单人单肩 但是 房门依旧是开着的 左辞点看着 已闭上双眼的灵然 不觉暗赞了一声帅 三天三夜没睡觉的人 沾到了枕头 就算想装睡 两秒钟后 也要睡死过去的 左辞点 颇有些值得一马地笑了笑 再找了一间 有空床的一线休息室 钻进去 几秒钟后 就沉沉地睡了 林医生 林医生 外间的声音 将朦胧中的左辞点 给吵醒了 几秒钟后 左辞点一个咕噜翻起来 连忙出门 憋着气就要怒吓 这是 却见门前站着的 竟是普外的护士长 左辞点一句话憋住 没敢吐出来 胡姐 林医生 七十二个小时没睡觉了 刚睡下 您要是有事 这 被称作 胡姐的护士长 一证 我老公被车撞了 左辞点愣了愣 迟疑了几秒钟 是伤到肝脏了 大出现 我知道林医生很累了 但是 但是 我知道了 洗把脸就过去 凌然却是从休息室里走出来 她原本就是喝饱了精力要记的 刚刚也只是浅睡了一会儿 此时正神采奕奕 胡姐却使双眼朦胧 一把扶出左辞点 再给凌然一个重重的点头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318期 胡姐 咱们是去接诊区等呢 还是去手术区等啊 左辞点扶着胡护士长 低声问了一句 他其实是不想问这个问题的 但待在休息区 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胡护士长撑着左辞点的胳膊站定了 再用纸巾沾了沾眼睛 说道 去接诊区 好 那咱们过去 左辞点且不多说 带着胡护士长穿过休息区 直奔楼下的接诊区 尽管已是晚间 急诊楼内的走廊和楼梯间 依旧随处可见病人和家属 稍微偏僻一些的角落里 都有人或坐或卧 一些人干脆就卷着被子 睡在略避风的地方 左辞点一直等到了接诊区跟前 才一有所指地说道 都说民间疾苦 其实要看民间疾苦 到急诊室来看看就知道了 看不起病的 看不上病的 还有排队等手术的 林医生估计是因为前两天的 连环车祸 就想尽量都做一些台手术 才坚持到今天呢 三天下来 基本都是在看病了 胡护士长轻轻点头 想起刚才的一幕 胡护士长也是心有所感 在大医院里工作的医生 请托是再长见不过的 尤其是做到了副主任 或主任的医生 可以说每天至少有两名以上的亲朋好友 打电话来请帮忙 有时候打电话的是 只有一面之缘的范友 但因为请托的 都是生死存亡之事 所以医生们能办的 多数还是会给办的 胡护士长与急诊中心的关系 远远谈不上密切 胡外科的护士长 日常工作就够忙碌了 胡护士长通常也只关注自己科室的一亩三分地 但是当家里的亲人出事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还是灵然 他自己在普外科干了三十年 各种病症和术中情况见到的是极多的 对于普外科的医生的医术 更是比医生自己都清楚 对于有可能伤到肝脏的大出血 胡护士长清楚地知道 灵然就是最好的医生 不是好一点 或者多两三成的生存概率 而是数倍于其他医生的 正因为如此 哪怕接到电话荒得六神无主 胡护士长还是第一时间 从普外科跑到了急诊楼 在跑来的路上 胡护士长满脑子想的都是 灵然拒绝怎么办 灵然正在做手术怎么办 灵然不在急诊科怎么办 就算不在急诊科工作 胡护士长也知道 灵然是个性格不同于一般 不太好打交道的医生 但是胡护士长完全没有想到 灵然是主动出现 一口答应下来 望着前方站在接着门前的 灵然背影 胡护士长心中百味杂沉 他想道一声辛苦 又觉得矫情 想说点客气话 又说不出口 此时 胡护士长的手机响起 他连忙接起来 紧张地应了两声 再看向左辞点 车到了 您就站在这里好了 左辞点又提醒了一声 再向前通知去 这时 接诊台的护士也是收到消息 大声提醒起来 此时 血护士拉的病人 随着行车也被推进来 胡市长看着那血量 心一下子就提起 嘴里唠叨两句 也是听不清楚的 灵然瞅了两眼 清晰地发出命令 送手术室 通知卢脑和骨科的医生 来会诊 胡护士长心里一紧 卢脑 总要排除一下吧 左辞点是以劝说的角度 胡护士长宁愿被骗得点点头 脚下不自觉地跟着凌然的脚步 往手术区走去 左辞点这次拦住了 低声道 让铃声处理吧 我 胡护士长哆嗦着嘴唇 想跟着又挪不动脚步 如果是在普外课的话 胡护士长自然是想进去看就看 可在急诊中心 他就得注意人家的想法 左辞点不让他进去 胡护士长也不能抢着入内 但在这一刻 站在门外的胡护士长的心 却是渐渐变得宁静起来 我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医生了 胡护士长这么想着 脸上的纠结自然变淡 左辞点见胡护士长的情绪稳定 一而是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说道 你要是担心的话 喊个人进去看看 出来报告什么的都好 自个儿就别进去了 嗯 行 胡护士长知道左辞点的意思 医生和护士 可以很冷静地处理陌生人的伤口 给陌生人开膛破肚做手术 但大部分的医生和护士 面对亲人乃至于熟悉的人的时候 都不是那么冷静的 有身经百战的医生 在解剖熟悉的同事的尸体时吐得稀里哗啦的 也有训练有素的护士在家给父母扎针 要连扎好几次的 更多的是结束了手术之后的情绪变化 胡护士长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对于左辞点的提醒 他还是默认遵守 几分钟后 一名普外科的年轻小护士 义无反顾地钻进了急诊科的手术室 他贪婪地欣赏了十几秒正在做手术的灵然 再凑到看手术的某医生身边小声问 怎么样了 血暂时止住了 灵医生准备给切干了 旁观的医生是急诊的住院医 听从任何一名院内医护人员的指示 普外的小护士心里一喜 这边的出血问题解决了 他也就敢放心地报告了 否则被护士长迁怒可就惨了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急诊的住院医瞅了小护士一眼 觉得还挺可爱的 于是挺兇抬头地说 这种手术我们其实是经常做的 百分百的安全也不敢说 但是灵医生出马的话 应该会很厉害的 灵医生是真的好厉害 小护士盯着看了一会儿 才猛地想起来似的拿出手机 我得赶紧通知护士长 电话另一头 几名普外科的医生也都聚集起来 情况好像还不错 胡护士长放下手机 勉强笑了一下 听说灵医生三天没睡觉了 胡姐你把人从床上给寒起来了 旁边的医生似笑非笑 内心还有些不太服气 胡护士长愣了一下 语气不咸不淡 是没错 你也太看好灵然了吧 胡护士长微微转头 依旧是不咸不淡的语气 是没错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一千三百一十九集 开始干切除了 听灵医生的意思 切除的部分应该不多 切得挺顺利的 阻断血流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 灵医生亲自给做的缝合 手术室里的消息 一条条地传出来 胡护士长的情绪 也越来越稳定 胡外科的医生们抽空过来 轮番探望 态度谦和 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医生们 过来以后 都只有恳切的慰问 没有一句会提到 选人做手术的问题 车祸受伤的是 胡护士长的老公 人家不愿意送病人进普外科 如果不是普外科 偶尔也做干切除手术 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 就是现在 普外科的医生们 实际上也没什么话好说 大家扪心自问 同样的情况下 自己肯定也是要送家人 找凌然的 众人唯一可以说到说到的 也就是凌然的超长工作时间 即使如此 这也都是私下里的话题 手术快结束的时候 胡护士长家的亲戚朋友 陆续赶来 在见到已退休的大姐的时候 依然穿着白大褂的胡护士长 终于松懈下来 抱着大姐的肩膀 泪水哗哗地流下 没事了没事了 这不都及时送到医院了 大姐拍着胡护士长的肩膀 轻声安慰 我好怕 胡护士长抹了一把眼泪 不好意思地站直了 低声道 是有些后怕 她回头看看手术室 手术尚未结束呢 她怕的东西其实很多 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怕了 这不是送到了吗 送到就好了 做手术的灵医生 你不是说是最厉害的吗 大姐安慰着她 毫无顾气地说着周围的医生们有些顾气的话题 几名苦爱的医生互相看看 却是相视一笑 有些事情承认了以后 就没有那么难受和别扭了 胡护士长此时缓过劲来 算是给双方解释的 我当时既怕伤得重 害怕林医生不在 又怕他拒绝 说着 他又将凌然三天三夜没睡觉的情况说出来 说着说着 自己的眼泪又流下了 大姐也被他说得眼泪汪汪 在这种生死一瞬间的环境下 人的情感是极其脆弱的 几名苦爱科的医生在叹息的同时 羡慕的情绪却是更加的浓厚起来 做医生是为了救死扶伤 能做到救死扶伤是一重成就 而被病人和家属所信赖的感觉 又是另一重的成就 没事了 这么厉害的医生肯定没事的 大姐拉着胡护士长的手 一边轻轻拍着 一边轻轻地安慰着 家里的其他亲戚也围拢上来 有的低声了解情况 有的小声安慰 胡护士长又接了两个电话 情绪开始重新稳定下来 从手术室里传出来的都是好消息 如果不是关心则乱的话 他应该早就冷静下来了 出来了 前方的小护士又来报告了一声 这时候就见手术走廊里 一个又高又帅的身影走了过来 手术顺利不用担心 凌然说得简单 但语气有力 胡护士长的眼睛瞬间又模糊了 他使劲抹了一把 不由自处地笑了 谢谢林医生 我 您还亲自出来通知 没什么 我正好回去睡觉了 接下来让左辞典他们看着就行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凌然说明情况 这也是左辞典所建议的 这次不止胡护士长 一起的亲戚朋友 也是怎么看凌然 怎么觉得顺眼 纷纷说道 您快去休息吧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凌医生 累坏了吧 医者人心呢 凌医生 您先休息 回头给您睡 凌医生啊 感激体凌啊 凌然随意地硬了 自去休息时睡觉 她倒是不困 但在手术室里待得太久了 不管医生还是护士 都是越来越不放心她 凌然也不觉得有必要坚持了 差不多时间 一名长相普通 以至于令人难以记住名字的 住院医也划到了休息室来 那个医生 你是要休息吧 小护士王家笑眯眯地问了一句 那要不然来休息室干嘛 你打呼吗 你什么意思 如果打呼的话 建议你睡一号休息室 避免影响到其他人 什么时候休息室还管这个了 对大家都有利嘛 要是打呼声音大的话 可以自己开点药啥的 或者回家休息也好 免得有别的医生抱怨 住院医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由用刚刚还在读诊断学的脑子 思考起此事的逻辑 好像很恰当似的 实际上你知道的 是有一些医生提出了一些意见 啥意见 你应该问是谁 那是谁啊 我不能说 总之是年纪比较大的医生 你这么说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行了 早点休息 注意身体 晚上要是有病人的话 还要起来呢 王家微笑着摆摆手 将之送入了 距离凌然颇远的一号休息室 貌朴名无的住院医 迈着有点轻快的脚步 前往休息室 他自然不喜欢被人管束 但是那种参与到密心的兴奋感 压抑了他的不快 回想来到云医的这段时间 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小护士 神秘兮兮地向他说出这种话呢 凌然睡得很踏实 很舒服 天蒙蒙亮 凌然就自然醒 又赖了二十三秒床以后 才下床洗漱 凌医生已经起来了 睡得不好吗 值班的小护士看到凌然 大为惊讶 睡醒了 睡得很好 我出去转转 有事再找我 凌然笑着点点头 顺人手偷掉白大褂 换上自己的外套 好的 那先不给您安排手术 先不安排 您去哪里 我是随便问问的 您不方便回答的话 我去美食街吃点东西 凌然摸了摸肚子 她这几天都忙着做手术 吃的都是汉堡之类的快餐 是真的有些馋了 小护士却是听得眼前一亮 美食逛街 在家凌然 这不等于是万事俱备 只欠约会了吗 小护士左右看看 连忙抽了一张条子 开始写请假条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320集 云华市的美食街 历经多次地整改之后 如今也是规整了许多 不过 美食街特有的摩肩街种和不卫生 已经快要从顽疾 变成传统了 凌然愿意来美食街 是喜欢这里的热闹和人气 而不是喜欢这里的拥挤和大肠赶军 因此 凌然并不会深入到美食街内部去 而是找间拐角的美食店 就坐下了 少家馆子 那这是极符合凌然需求的店面 坐在少家馆子里 有些像是坐在下沟的家里 院内可以是安静和安全的 院外可以是喧嚣和喧闹的 有点距离又深入其间 就像是用腹腔镜做手术似的 今天的下班时间回家也不合适 凌然挺好自己的小结达 望着早晨五点的美食街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对于老板店员和食客们来说 此时或许应该被称作凌晨五点的美食街 销售的是夜宵而非早餐 林医生来了 今天吃点什么呀 店里的老伙计打眼就认出凌然 连忙上前招呼 鱼片粥小菜还有牛肉 凌然点得很随意 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 这个时间点 即便是熬夜族都基本回家了 少家馆子里只有两桌客人 店里呢也只有两个伙计 慢悠悠的做事 一会儿的功夫 老伙计就将鱼片粥和小菜给端上来 老板进货去了 要不要试试我们的新菜蒸牛肉 和鱼片粥挺配的 凌然的目光从鱼片粥的位置移动上来 哦 是邵老板设计的新菜吗 当然不是 是我设计的新菜 老板现如今跑来跑去的 做菜也喜欢做以前做惯的菜 不喜欢搞新菜了 和咱们年轻人不一样 凌然抬头看了眼 老伙计微微一笑 嗯 我试试你的新菜 哎 是吧 就不如新嘛 我就给邵老板讲 现在的餐厅是一定要不断地推出新品的 老师吃以前的菜 是个顾客都会吃腻的 凌晨的老伙计 稍微有些啰嗦 或许是有些困了 让他不停地说话 凌然尝了一口蒸牛肉 神色难明地看了对方一眼 如何 老伙计满脸期待 凌然仔细思考了几秒钟 嗯 十二分 什么 百分之一百二的意思吗 不 满分一百分 凌然轻轻推了推那蒸牛肉 麻烦换炒牛肉 或者烤牛肉给我 但 但 这是新品呢 邵老板不在 都是由我代替他做事的 老伙计俯身端起那盘颜色灰败的蒸牛肉 嗯 我相信你烤肉的味道是趋近于邵老板的 我做什么都不会比老邵弱的 肯定是你晚上的时候味觉弱 白天吃蒸牛肉就不会这样了 现代人的口味太重了 嘴里都说清淡饮食 点菜的时候都是麻辣鲜香 他一边想 一边抓起一把肉串放在火上 嘿呀 老伙计叫了一声 音调有些像是邵老板 凌然不由点点头 他现在每天都给训练营的 进修医生做示范手术 对于这些能够一步一趋的训练选手 还是相对满意的 如此看来 邵老板的伙计虽然在蒸牛肉上 创新失败了 但并非是盲目创新 反而可以称得上是极有基础的创新 毕竟要学会邵老板的烤肉技巧是一回事 声音都学得像是真的下了苦工的 等到上菜的时候 老伙计下锤的右手更是证明了凌然的猜测 只见法令文深刻的老伙计 左手端着热气腾腾的烤肉 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医疗箱 医疗箱的把手和盖盐上面 还有新鲜的未凝固的血珠子 缓缓地滚下来 正如他舒缓的步子 邵家馆子的医疗箱 是邵老板精气挑选出来的 最主要的特点有两样 一个是把手很柔和 即使掌心受创 握着也不会太痛 第二个是医疗箱的盖子上有血槽 流血不多的话就会滴到地上 能够充分保证餐厅内的卫生 当然 医疗箱的重量和内装物 也是有抢救的 外壳一清洁更不用说了 譬如现在 熟练掌握了提医疗箱技巧的老伙计 完全可以用未受伤的手端盘子 再用受伤的手提医疗箱 流下来的鲜血还会被收集起来 灵医伤能帮忙缝一下吗 铁签子戳到肉里了 弄脏的签子都扔掉了 您放心 灵然并不意外地点点头 先是掏出酒精凝胶来擦手 再翻看老伙计的右手 因为在烧甲馆子里工作的久了 老伙计的掌心 到处都是铁签子戳破的伤疤 大部分都是小圆点 也有几个撕裂伤 大约是叠加了特殊情况 他今天戳破的伤口只有两处 也就是棉签粗细的哑 算不得严重 伙计自己都没当回事 大大咧咧地用剩下一只手 打开了急救箱 并取出一次性的针线点符等物 说道 老少不在 不用给他省啊 点符随便用 好 灵然做这种事太熟练了 主要是给做了一遍青窗 缝合只是勾了两针 破伤风都是打过的 是吗 对啊 破伤风 狂犬疫苗 我们每年定期都打的 那没事了 灵然点点头 用胶带粘了块纱布 稍微收拾一下桌子 就换了个位置 开始品尝起烤肉 或许是因为 稍微运动了一下的原因 不再滚烫的烤肉 反而释放出了丰富的香气 仔细品尝 既能体会到牛肉的口感 又有香辣味的挑逗 灵然缓缓点头 嗯 是有少老板的风味 那肯定啊 干酱墨爷的技术呢 老伙计收拾好了东西 自嘲地笑两声 灵然撸两串肉 和两口鱼片粥 颇为惬意 窗外的美食街人影绰绰 跌跌撞撞 亦是一片热闹安逸的景象 老伙计确实在旁 犹豫了两分钟 似乎是想好了 一屁股坐下来 灵医生 膝盖不舒服 是不是可以找您做手术啊 灵然看着对方 嗯 可以 但膝盖手术的损伤 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 也是不可能恢复到 普通人的水平 我主要做半月板和韧带 做了医生的才知道 不管是打球吃饭 总会遇到病人和病人家属 或病人朋友 遇到了也就遇到了 反正都是要做手术的 灵然也不挑剔 就是半月板 是我们这边有个客人 喜欢踢球 结果把半月板给踢坏了 他知道我们邵老板 经常受伤傻的爱去医院 前两天瘸着腿来吃肉 还问我来着 结果老板还不在店里 嗯 那可以来医院检查一下 灵然想到这儿 顺便看了一眼 自己尚未打开的 三只终极宝箱 这次的急诊任务 总共得了四只终极宝箱 开出来一个素描技能以后 灵然就没有急着再开了 他一边瞅着宝箱发痒 一边说道 我明天不上班 周五应该会有门诊 老伙计连忙硬了 执意给灵然免了单 再将他送上了车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